你没有听错 这里呢 有一所 Bajaya University College 而且他们最出名的科系之一呢 就是他们的厨艺系了 Let's go 我知道成功大学学院的厨艺系很强 我也想要就是 当一天的学生 看他们是怎样上课的 换了上课的制服 现在我要去上Paystreet Class了 Let's go Hi Chef Royce Hazoo Good Morning Gino You are late Sorry Chef Royce Ok Never mind Come Let's join our team 迟到是我觉得 当一个学生 他一定会有迟到的经验的 不过不要学 这样子不好不怪哦 Today we have a plated dessert for the Christmas team This one is a red chocolate mousse with a strawberry We're going to glaze this mousse Check the temperature 29-30 degrees celsius It's okay already and glaze slowly from the center Tap for a while just a little bit Do not like bend the tray like that Otherwise you're losing your energy So just slowly I want you to try because you were late so this is your punishment so this is your punishment I don't know Please tell m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Actually Oh my god thank you So done already This one is add plus No yet This is for the first stage Oh sorry We do for the overall Oh Alright And then At the center At the center I think Shuruvis I want one deer I want this deer Okay You know what? Because you guys are my deer Oh no Oh no 老師 老師 我们今天要干嘛 今天我们其实要做 桌子的摆设 就是 Table setting 现在要先翻那个桌布 这边最中间 手进去 这样子拿着 然后你翻的时候要很优雅 哇 Gentlemen 耶 对 老师 那我们下一步要干嘛 呃 去吃饭好吗 走啊走啊走啊 不不不不 我回来回来回来 下一步呢 就放了桌布嘛 我们下一个就要放蝶 OK 放了蝶之后 我们就要放餐具 这是调酒 OK 然后调酒呢就有分 有酒精和没有酒精的 你们要酒精吗 有啊 一定要的啊 我只做一杯 另一杯是没有酒精的 好 就把它放进去里面 嗯嗯 这个我们放45 好 好了 就看到这边 你已经开始要有一点结冰之后就好了 就可以了 用另一个 现在到你们做咯 好 我觉得 Justin 老师是很全能耶 好像什么都会 就是他又教我调酒啦 然后又教我就是 咖啡跟茶 然后我每一个他都会解释到沉清楚 泡完茶之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去上法国餐 要留在你 这边 老师老师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 好 今天我们做两道菜 第一道菜呢 我们会做 smokey prawn salad 然后第二道菜呢 我们会做就是 那个 smoke 老师就叫你那个名字不要取这样长了 你看你自己都忘记 第二道菜呢就是 Chicken Layer with Spicy Fish Mousse Chicken Layer with Spicy Fish Mousse 对 那个是第二道菜 第二道菜 我们做第一道菜吧 第一道菜先 就是我每次做那种东西就是一定要戴手套嘛 Make sure 它是很干净 因为这个食物是我没有再去煮没有煮的东西 我们要serve raw的我们都会戴手套 OK 老实说法国餐是我最累 然后呢我也是学到最多东西的一堂课 因为它很多很细节的部分 而且我发现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法国料理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 你一定是要一个team一个团队 然后呢每个分工很细 而且你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切菜的就切菜看肉就看肉 我的班上的同学每一个都很忙 然后我不懂 我不知道我能够帮什么忙 所以我只能够装忙 Chef Shulie 他最厉害 最强的地方是他摆盘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他给了一块肉 他给了一些sauce 然后给了一些菜啊水果这样子 可是他就讲 你要做到比较high class一点 比较高级一点 这样你就要懂摆盘哦 他就这样子放放放 哇 整个盘就变得很高级了 好累哦老师 你是觉得值得吗 花了这么多长时间和心思去做一道菜 我是觉得做菜很难 可是当你真的是用心 然后呢 哇 经历很多东西 然后做出来的感觉呢 那种感觉就是很有满足感 我觉得意义很大 而且当客人如果真的吃到 他很开心的时候 哇 我就觉得原来是 最大满足感是来自于这里 成功大学厨艺系院的 Steve 们 是不是很硬叻 那你看完之后 是不是你也想要来这边上课 然后呢 我刚做了这么多道料理 你比较想要吃哪一道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定德学长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